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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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太好吃了 今天又想吃粥 不過有粥食 當然要炒粉麵 今天我和大家 分享一個 肉絲炒麵 大家不要上去旁邊 我不是做 酒樓那種 炸到脆脆 炒到脆脆的肉絲炒麵 而是 今天會用豉油王 肉絲炒麵 因為我們家人喜歡這樣吃 我一說今晚吃粥 肉絲炒麵 我兒子就馬上說 不是吧? 我不是做脆的 我就是不喜歡吃的 所以大家 都會有自己的口味 我希望大家明白 還有就是 我首先拍片的時候 跟大家去介紹一些 菜式的時候 都會以我自己家裡的 口味為準 其實做這個炒麵 很快 首先 今天我家樓下 買不到炒麵 就買這個全蛋麵 其實可以的 甚至 你去白街 上次去超級市場 上次我都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 預包裝的即食 那些 即食的 即食的生麵 都可以的 首先 我現在就快快脆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不需要太過 哎呀 糟了我要做 炒麵 會不會很久的呢? 其實就 如果 我不計我解說 大家就這樣做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很快脆 主要 剛剛我放下的就是 芽菜 然後有韭菜 大家都知道 豉油王炒麵 就是用這些 然後 因為我是炒肉絲 所以 我也會用這個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可以用到幾快的時間 我可以做 一字就開著 水喉 可能有觀眾又說 你又很浪費 很浪費 食水 其實 你要美味 你要快捷 各樣 你沒有可能 就不用水 那我呢 這樣用水 這樣沖這些蔬菜 就可以讓它快點乾淨 記住 是活水 永遠 我們洗東西都要活水 死水 其實洗得不乾淨 什麼叫死水 就是沒有流動的水 好 好 我首先 先處理蔥 很多黃泥 你說 如果我不用水 蔥的話 那些泥 那些泥漬 其實都很難去 很難去處理 好 尤其是 那些韭菜 那它中間 就有很多那些 即是 枯了那些葉 那我們就需要去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一定 就需要 是 用這個 水去蔥 那 大家看看 如果不用水 這些是 即是 你逐 逐個逐個去拿 那 我撕完 一些 又有一些 那這些 就一定要用水 蔥 才清潔得夠徹底 那我都經常都說 你要美味 你要衛生 其實就是 呃 現實一點 有些就不能節省 有些水 那當然 我在鏡頭後面 我就可以偷雞 OK 那這些就是 後話了 那這些呢 爛了的 就不要要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是 其實爛了 即是 它爛了那些葉 其實呢 就有機會吃土蛤 的 這些 如果它太過髒 就不要要了 那我們就 這樣就 韭菜 這個麵呢 我就放在第二點 那 大家可以幫我計時 看看我 是不是真的 這麼慢手 然後 我們就做蔥 那 那 有些觀眾呢 就不太明白 我拍片的初心 現在開始 我又說廢話 那你受不了的話 就麻煩你 就關機走人 就是我 不需要這些觀眾 我不是要娛樂你們的 那我 我拍片 第一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要照顧長期的病人 那大家都知道了 一屋兩個人 一個就說不到話 那要長期 要體力勞動 精神 這個是 就是有那個精神的壓力 那 沒有話說 所以呢 拍片呢 我就要說話 這個呢 就是 叫做情緒轉移 那保證我 情緒的健康 精神的健康呢 我才有足夠的能力去照顧 我的老婆的 就不止於連我都變成病人 那大家如果看新聞都知道了 那很多的 就是長期照顧 照顧長期病患者 那個照顧者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精神病人 那看新聞都有說的 那我希望 首先大家要明白 有句說話 你不說話 會 你不說話 會口臭嗎 哎呦我講話 我不說話 真的會口臭 不得止我還會有精神失常的 那這個呢 就是當初 我想著 就是想到拍片的原因 那其次 那大家 就是 雖然我的頻道 就短短 兩年都不夠 那但是呢 我就已經出了 就超過八百度送 九百度送都來的了 那 這個就是我 既然我有這樣的技術 有這樣的技術 儲備 那我為什麼不跟別人分享呢 那 就是 很多時候呢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們做人做事呢 有時候呢 我們幫了人 或者是 譬如說 我們街邊見到有黑衣 那我們就給錢 是不是 見到買期 賣期 我們就買期 是不是 那其實呢 你沒有直接得益的 但是為什麼你會做呢 這個呢 就關乎於 這個是精神健康 這個心態的問題 一個心理上的滿足 OK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就是有些事情呢 你是必須要是 在精神學上 這個叫做是 情緒轉移 就是 你未必會有實際的得益 但是呢 這些 我洗菜的期間呢 順便開著水喉 有活水的話呢 那就沖著它 變成我這個芽菜呢 就可以洗得很快了 不需要再過水 那這個情緒轉移呢 是可以有效 令到 我們呢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存在的價值 譬如說 今天我幫了一個人 我很開心 那其實就 人呢 最大的價值 就是有一個同理心 還有呢 有一個是 自我滿足 那我拍片 其實都有這個 就是幫到人 那自然有這個自我滿足 是不是 那這些呢 就是 我希望大家明白呢 各有前因 就莫善人 每一個人做事呢 都會是有他本身的動機的 那如果 我們的動機是善良的話 喂 那為什麼 你又何需要去質疑別人的行為呢 大家說是不是 那 搞定了 韭菜 蔥倒 芽菜 跟著之後呢 現在呢 我就開始 切肉絲了 那肉絲呢 我就喜歡 就是買這個 大家都知道 要不就是玻璃肉 要不就是磁底肉 那我就會連這個 肥肉一起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一舉兩得 一舉兩得是什麼 肥肉拿回來炸豬油 那我這個呢 看看 這個呢 我就連著那個肌肉組織去切它 那所以呢 有部分的瘦肉 在這裡 好 跟著然後呢 這個瘦肉呢 我們呢 這些呢 有那些皮啊 即是有那些膜啊 那我們呢 拿著手輕輕的捏高它 跟著然後呢 我們呢 就拿把刀呢 輕輕的批它 那 我們這些 肥高的膜 肉膜呢 就會起的了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那塊 那些 那些 瘦肉 就更加瘦 那這些 剩下的了 那我又開水 啤它了 在我們做清潔的時候呢 因為呢 我們呢 就不會停手的 即是我們是multi task 即是多任務 一個模式 那 不會停手的 同一時間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呢 就開水呢 就是 沖洗 就必須的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 啊 不要被 網上的 一些煮食的影片 騙了啊 他給了一碗水 就洗乾淨 有入廚經驗的 誰都知道 喂 大哥你一碗水 洗乾淨的肉 你不要玩啊 是不是 啊 那以為啊 然後他另一個鏡頭一轉 然後就洗乾淨了 那大家又誤會了 以為呢 可以用很少水 那這個呢 大家看看 這塊呢 就可以用來做豬油啊 那我又拿起它 那我裝起它 放進冰箱 好了 那接著我繼續呢 沖完了 那呢 就繼續去處理這個 瘦肉啊 切肉絲呢 大家其實呢 就有這個是 呃 就是有這個是 呃 呃 標準是跟從的 那大家看到呢 這個肉呢 那這裏呢 就直紋了 這裏是直紋了 那我們切肉絲的時候呢 就要切出盲紋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但是開肉絲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是 盡量呢 就是開這個是 肉 植紋了 開完植紋之後 我們才再切呢 這樣 那些肉絲呢 才會是 呃 會是軟滑的 OK 那呢 就大塊呢 就不要 給它太過細塊 啊 太過厚啊 那大概呢 就是 那條肉絲呢 大概是3mm到4mm的厚度 那現在呢 就大塊的肉片 那我先呢 就是 現在呢 就用這個 唇紋去開了它 先 開了大片的肉 開了大片的肉 那現在這麼細塊呢 我就 直接呢 就 打橫片了 那大家要記住 經常呢 大家都會想是 那我現在呢 又拿下去 啤水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可以呢 令到那些肉呢 就是 啤酒的那些異味 同時間呢 那些水 不斷流動的水呢 沖刷它呢 就可以令到那些肉呢 就更加 更加緊緻 更加爽的 那為什麼 酒樓的那些肉絲 這麼好吃呢 就是這樣 大家等一下 看著我 是用多少時間 我跟你說 酒樓啊 啤的那些肉絲 啤水 啤了它半個小時 不過 當然不會這麼大水 好啦 接著我繼續 大家會看到 為什麼我經常用片的方式呢 其實片的方式呢 我們呢 就可以更加好地去控制厚度 和形狀 我這裡呢 很薄的 等下看看我開了肉絲出來 就會變成怎樣了 好 好 記住啊 你要 首先 你要追求 我這裡呢 就不是追求那些什麼環保生活 我追求的是美美的生活 啊 美美是能夠治癒啊 這個情緒的 啊 這個是 傷害的 所以呢 我追求美美呢 我不是追求環保呢 你就 就是 跟我說呢 什麼環保啊 什麼省水啊 浪費鬼氣啦 是不是 啊 跟著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拿手呢 加速啊 這樣呢 就渣渣它 等它那些 肉絲裡面的血水呢 就出來了啊 好 跟著之後呢 好快手的 炒麵 更加快 現在因為呢 我那裡霸佔 我的相機霸佔了爐頭的位 如果不是我現在呢 就已經煮著水呢 準備灼麵了 這樣就稍微 大家看看有水出的 是不是 好 拿些袋子 隨便煎回去吧 好了 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肉呢 我今天呢 就買了呢 大概呢 就是 一斤左右 那這個肉絲雞 當然是炒麵 不用太多了 因為我做第二個菜 我給大家看看 我的肉絲有多粗 那 那 大概是這樣 3-4mm 乘3-4mm 那如果是酒樓的話呢 就會切得更加 幼的 因為呢 我這個是 multi task 就是 這個是 多任務 就是 做不同的菜 那所以呢 不只是炒麵 那所以呢 我就切得 稍微呢 就 厚一點點 就比酒樓那些 如果酒樓那些肉絲呢 就切得更加幼的 那 那我們呢 為什麼我說 要開肉的時候呢 開得很緊要呢 我現在呢 就橫紋切 那變了呢 我的肉絲呢 等一下就天然自帶 就很嫩滑 再加上我用的是 磁底肉 或者是 水蒸肉 那這兩種肉呢 都是 比較上 是 就 比較爽脆的 比較軟的 那 適合拿來炒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塊肉呢 我不是直接 就打橫去切的 而是打斜去切 為什麼呢 這樣呢 就可以是 因為不是那塊肉呢 那麼四四正正的嘛 那我打斜去切呢 那依然呢 都有橫切的效果 那但是呢 那條肉絲呢 就可以長一點了 就不用呢 就是 那麽短 那大家看看 我肉絲大概是 那我給大家看看 那我給大家看看 那麽幼了 OK 那麽就預了這些的 那我們看清楚 肉紋 那麽 那麽不要整條肉絲呢 就順著那個紋 那麽 我們一定要打橫地切斷那個紋 那麽呢 那些肉絲才會滑的 那麽我相信呢 那麽看得我來的朋友仔呢 應該就 那麽已經試過了 那麽 那麽我這個所謂的 那麽 直紋開橫紋切 那麽 直紋開肉 直紋開這個豬肉 那麽 然後橫紋切肉片 那麽 那麽這樣的做法 那麽就可以令到那些肉片 那麽就非常滑的 那麽 那麽我們切肉絲的時候 就是同樣道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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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見到呢 其實在現實世界呢 我們家廚呢 就不會說好像呢 是職業廚房那麽呢 就說大量去製作 然後備用 那麽 這麽已經厚了 那麽所以我們要 切斷它 重新再開過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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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廚呢 就不像專業廚房那麽大量製作 那麽 那麽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 基本上很多的食材 我們都是 即切即葉 就 即煮 那麽所以呢 在刀工上面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呢 肉類呢 它容易糟糕 那麽呢 那麽所以呢 我們要求那個刀工呢 就 更加細緻一點 就不像專業廚房那麽呢 它隨便做都可以 因爲專業廚房呢 它醃製它是大把時間了 那麽 那麽 那麽它大把時間的情況之下呢 那麽 那麽自然呢 它要求那個 反而呢 在切肉片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要求那個刀工呢 反而呢 就可以隨便一些 只要不要太過那麽 就行的了 我講一下切肉 那麽我希望大家明白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專業廚房和我們家廚呢 在製作上啊 技巧上啊 一些的分別啊 我經常都講的 追求專業的味道 是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呢 你照自搬指那麽 那麽去 就是 將專業的那麽做法呢 就放來廚房 就是放來家廚呢 我告訴你 十次九次你都衰 就做不回那個味道出來的 那麽怎麽我會知道呢 因爲 第一就是 我曾經攝足過飲食業 跟著然後呢 我自己本身又餵食啦 喜歡吃東西啦 那麽就認識一點點煮食啦 那麽就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原來就有這麽的巧妙啊 那麽 那麽 有朋友仔又說我 啊 拖場來做啊 喂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怎麽樣切肉絲啊 不是那麽多人會切肉絲的 你如果 熄了 你就跳著來看 大家說是不是 但是我要 我面對的觀眾 不是只有你嘛 有些觀眾真的不懂切肉絲的嘛 那麽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麽 那麽就順便說一下其他食物 啊 或者是做人 各種的 side story 那麽肉絲就切好了 那麽 那麽這裡呢 我開完之後呢 這裏大概十二兩左右 十三 十二三兩左右 就不足一斤的 但那裏有一斤 那裏 因為我連著那個肥肉 好了 那麽跟著之後 我們洗完刀就要洗 那麽 一樣 一樣 有些朋友說我連做清潔也給別人看 喂 真的有人不懂的嘛 那你懂的 你就是跳著來看 不用那麼多話說 洗乾淨針板 現在就開始醃肉絲 醃肉絲很簡單 這裡有12-13兩 首先放半匙鹽 然後放一匙糖 然後放生粉 1-2茶匙 然後放少許的雞粉 你喜歡放多少都可以 不要和我爭論是否還沒蒸 其實全部放雞粉就更加健康 因為它的蠟 同樣份量 同樣的重量 它的蠟的含量是鹽的一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輕輕一點的生抽 調味 然後少許的蠔油 調味 然後加入麻油 炒肉絲 你想它比較香就加些麻油 有人會加尿酒 尊師傅會叫你加尿酒 我個人不太喜歡 不過也可以加兩滴 足夠的 所有食材都完成了 然後加少許水 少許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等會 是用來煎 用來炒的 所以水就不需要太多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最近 因為我收視多了 很多無聊人 說我這麼花時間 我醃肉 我都醃了十幾十分鐘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呢? 我不給大家看 大家就沒有概念 我醃肉是否很滑 不論是預先醃製 還是即場醃製 是不是? 我們醃的時候 那個手勢 從來都沒有人說 渣 渣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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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連接的動作 令到肉有呼吸效應 好像海綿一樣吸水 這樣就很快 就吸了水和醃料 OK? 很快 是不是? 才加了這麼多 又麻油 又水 又酒 是不是? 那大家 職業的肉絲 想它滑溜 這個時候 我們醃好東西 就下油 蜂油的時候 就多加一點 這樣呢 多加一點的時候 就不是什麼都不理 而是繼續拌 拌的時候 就令到那些油 和那些生粉 醃料 達到水與膠溶的效果 也就是 專業廚房經常說的 起膠 有一個作用 就是它可以產生一個 很好的 保護 層 就可以令到那些肉絲 更加嫩滑 好 好了 搞定了 醃完了 大家先留下這麼多油 大家看看 再給大家看看 我這樣雜渣 九十度角 都沒有水 沒有油 沒有泥漿狀的物體 倒流出來的 這樣呢 這個就醃完了 我經常都說的 你醃肉醃得好 就是你整個菜 成功了一半 而呢 醃肉是需要時間的 不是呢 我講 醃肉 加了些材料 隨便了幾個料 下一個菜 就說我醃好了 大家根本看不到中間的過程 你不可能會知道 原來醃肉有這麼多手勢 中間要有這麼多的變化 不知道 好嗎 下一個菜 煮麵 就是這樣 唉 大家晚上好 又晚上好 唉 昨天呢 打算炒過麵 誰不知炒到慶高采烈的時候 竟然不為意 它又過熱 相機又過熱 今天停了 拍不到最重要的部分 調味沒有了 所以今天呢 唯有重新開始過 誰不知呢 唉 我們這條村 山卡拉 地方小 小店就被人趕盡殺絕 今天我想買芽菜 沒有芽菜 想買炒麵 沒有炒麵 於是乎 幸好還有一間超市 這樣呢 這一部分呢 我就唯有 就用這個是 就是 殘缺不存的材料 製作這個是 豉油王 肉絲炒麵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好了 廢話不要多說 那我首先呢 我現在呢 我就已經煮了 即是 煮了野水 跟著之後呢 我用的呢 就是 這個呢 這個呢 錯又錯著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蛋炒麵 某牌子的 炒食 拌食 湯食都可以的 我試過之前 其實已經炒過了 我覺得效果不錯 可以大家試一下 因為這些呢 就很適合在海外呢 即是買不到新鮮的炒麵 或者新鮮的全蛋麵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來代替 那 理論上 在達普普呢 就是 應該中超 應該都可以買的 那 那現在呢 我首先呢 就煮滾了野水 那其實呢 炒麵 都是差不多的了 就是那個 什麼啊 就是那個 做法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然後呢 就跟它預先上味 那等等呢 我就不需要太過擔心呢 那 它那個 調味不均勻的問題 那 因為水多啊 所以呢 我加兩匙鹽 兩匙糖 然後呢 油啦 雞 雞粉 這樣 雞粉 隨便一匙就可以了 好了 那滾一滾它 然後呢 我們呢 就 下這個 嗯 麵下去煮 那煮散它就可以了 不用煮得太久的 啊 因為這些麵呢 它本身呢 都已經是熟的了 那我因為 家裡都是 人多啊 那雖然今天 我女兒不在這裡 我們 兩 兩仔爺呢 都 頗有食量的 所以都是 下四隻 那如果是 平時如果大家煮的話 這些麵呢 那一隻呢 就夠一個人吃的了 理論上啊 那 那 炒麵其實看似簡單 但是大家呢 有沒有發覺呢 就是 整天都炒不好 其實整天炒不好 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等一下呢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除了我整天叫大家 炒粉麵 千萬不要呢 就是 不要呢 是過冷河之外呢 那其實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煎麵 如果大家煎麵呢 煎那個過程 煎得漂亮的話 就不會炒到黏底的 OK 那如果呢 如果呢 這個過程呢 做得不好的話呢 多數都會黏底 你幾好技術 都會黏底 炒到幾好味 都會黏底 OK 那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我就怎樣做了 那這隻麵呢 就很快就散了 那它散了之後呢 稍微煮一煮 煮軟 那不用煮很久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呢 它開始滾了 一大滾 就馬上關火 OK 那這個就很好判斷的 煮滾了些水 跟著扔個麵下去 跟著等它翻滾 翻滾呢 的過程呢 我們攪散它 跟著等它一大滾呢 那現在一大滾了 那就可以拿了 那這一麵呢 稍微呢 就是 就是 淺色一點點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需要呢 就是放那個 這個是 老抽 要放多一點點 OK 那就拿個 西仔隔起它 拿個墨西隔起它 記住啊 不要 就是不要 什麼 就不要 過冷河 那大凡 炒粉麵呢 為什麼很多人呢 炒到最後 就斷絕和寵 那樣的呢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你是過了冷河 過了冷河之後呢 那些水呢 就流了在那些粉麵的表面 那 跟著它吸不到 那你下鍋一炒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呢 你一加熱呢 就有兩個問題了 一個呢 就是 它會馬上吸水 然後呢 就會黏底 另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吸不到水呢 你 跟著之後呢 就會炒到斷絕和寵 那樣 那大家看到呢 很簡單的 那也都看到了 是沒有這個 就是沒有這個什麼的 沒有這個是 過冷河的 那我把它擦乾了 那今天呢 正路 那我先頭那個 之前那個片 拌肉絲的時候呢 那我是有落芽菜的嘛 就是有洗芽菜 那但是已經用了 拍碎了 那所以呢 今天又買不到芽菜 那只是韭菜都可以的 那我知道呢 在外國呢 就很多人呢 在後院種韭菜的 那就對了 芽菜沒有就算了 那韭菜都可以的 OK 那接著之後呢 想它香口一點 就做些蔥 那我現在做什麼呢 我就是燒鑊 那記著啊 想是它 就是做得漂亮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是 背這個口缺 那就永遠 就炒東西 就不會黏底 就好好鑊氣之餘呢 也都是 那些 出品 也都非常漂亮的 那大家看一下 我放了一晚的 這個肉絲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乾了 除了表面有些油之外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開始是 用回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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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呢 就是 平時啊 就是 炸東西的時候呢 留回舊油 OK 那大火燒鑊 跟著之後呢 就建煙落油 跟著之後呢 就撞勻些油 再建煙呢 我們才下料炒 OK 這樣呢 這個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是 令到呢 那些 煎肉啊 就會更加漂亮啊 更加甘香之餘呢 也不需要太過什麼啊 就是 太過這個是 怎麼說呢 是會黏鑊底 就是不會黏鑊底 那更加甘香啊 還有呢 大家要記住啊 那我們呢 在煎的過程一下去呢 就不要那麼快攪它 等它呢 就開始呢 就凝結了先 就是那些 表面那些生粉啊 凝結了之後呢 我們就很好處理的了 大家看到嗎 一煎到差不多呢 我們就立刻可以啊 就是令到它呢 就是 自動離鑊的 還有大家才能看到啦 我放了一晚之後呢 那些肉絲都沒有出水的 即是漂亮啦 醃得好 我經常都說的 醃肉絲呢 即是醃肉啊 醃得好呢 其實你整個菜呢 就已經是成功了一半的了 OK 好 那麽 那麽 肉呢 就不要令到它太過什麼 太過熟啊 大概呢 七八成熟就OK的了 那麽我關小火先啦 那麽還有呢 那麽為什麽我整天都要 那麽強硬地要求大家 要背口缺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啊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可以令到啊 那麽它那個 那麽它那個 就是 除了是那個效果好之外呢 最主要呢 就是不會黏鑊底 OK 那麽我現在呢 那麽我呢 我現在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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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就見到 那麽呢 就是我做 against這個 那麽呢 是先著 herd uno 就是 imply呢 那麽呢 就是為什麽呢 就是說 那麽既呢 結果來itsMyice 這麽呢 那麽呢 那麽呢 是因為呢 那麽呢 那麽呢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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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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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令到大家有過誤會呢 那麽呢 我會以為什麽呢 再麽呢 其實你煮飯根本不會快 尤其是你想煮的好吃 煮的效果很漂亮 現在洗完之後我繼續去燒鑊 這個豉油黃炒麵其實調味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之前都看過我只炒的豉油黃炒麵 現在我就是有肉的一個炒法 大家看到滴了很多水 然後麵是這樣的 如果是專業廚房的話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做打麵的過程 其實如果是我們炒麵的話 那些麵越是乾身 其實就是越容易炒得漂亮 我現在跟大家說話 有人會覺得我廢話 但其實我主要就是要燒鑊 讓大家看一下畫面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大火燒鑊見煙落油 炒麵要加多一點油 為什麼呢?我們要煎麵 先浪勻這些油 因為待會麵會碰到鑊邊 所以我先關小火 我繼續解釋一下 在這個時候 我現在不是說專業廚房 不是有個打麵的過程 那我現在呢 我為了要令到它更加乾身 為什麼要打麵呢? 就是要令到它乾身 乾身就好煎一些 是不是? 但是呢 在我們家廚來說 地方不夠 在外國就不是 在外國呢 如果大家有獨立屋的話 廚房一定很大 比我們香港的客廳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呢 就 不夠地方用的 所以就 會是沒有了打麵這個過程 但是是否代表不行呢? 那我繼續 我呢 雖然關小火 我說大哥這隻鑊都很高溫 那我繼續呢 浪一點油 讓它降溫 那 炒麵想炒得好吃呢 想它不黏底呢 其實就煎 有一個煎麵的過程就很重要啊 那 那就不要管它了 那就開大火了 下了之後 那這個時候不要管它 那慢慢煎 那麵 只要做過這個過程呢 大家呢 那個炒麵呢 就不用怕呢 就會黏底啊 不用怕有其他的 不良反應啊 只要那些麵 煎得夠金香 它吸夠油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黏底的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就慢慢煎它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利用鼻子去聞 那那 就是聞它有沒有焦 那有焦 那有焦就要反轉了 那我先頭說呢 石油黃炒麵就很簡單的調味啊 老抽 蠔油 生抽 搞定 那因為先頭 我灼麵的時候呢 綠麵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有了我的底味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麵呢 就已經夠有味了 基本上有味 所以等一下我們調味呢 這樣呢 好 好 繼續煎另一邊 你想它不像底頭 這裡要花一點點工夫啊 那麼 喜歡廚房就很快的 因為它的爐夠高溫啊 但是我們呢 就是 加廚啊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大家看到的 我直至到這刻 那隻鍋底是不是很乾淨啊 是不是啊 那 就是 昨天我就激鬼氣了 真的 哎 做到那麼帥 那麼好吃 我兒子說一吃下去 哇好吃啊 那麼 咦 誰不知 因為我興奮那頭呢 那部相機過熱 我都不知道 哎 真是沒有試過這麼熱的中秋節啊 真是 即是 立了秋之後都還要三十幾度 那我現在呢 這樣呢 就是 這個這樣的環境啊 我 在流汗啊 那 那你可想而知 我的廚房有多熱 我還要拿一把風扇吹緊啊 好了 那 這個 後面那個就差一點啦 然後我們繼續 再煎一煎它 煎到它夠金香啊 那這個過程呢 就視乎你那個爐頭的 大火小火啦 好了 那這個時候可以了 然後我就 搞碎它了 開始 即是聞到有焦味了 我這個時候呢 無論怎樣炒呢 那個鑊底呢 都不會黏底的了 那這個呢 就是解決了 很多人炒麵啊 啊 整天呢 都 為何無論我為何努力呢 都 都做到去 即是做不到個好效果呢 為何整天都要 整天都要什麼呢 整天都要是 都會黏鑊底呢 這樣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打散它啦 那這個時候呢 拿筷子 或者拿這個 是什麼呢 會比較好一點的 即是拿筷子 或者燜就好一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加少許 輕輕的 在鑊邊拿少許油 等它呢 那些肉絲不要那麼黏底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可以放了這個韭菜 大家不用怕那麼多油 因為我們本身呢 就放了很多韭菜 或者是其他的蔬菜都可以 如果沒有韭菜 不過有韭菜就 大家明白 韭菜有特別的香味 那這個時候呢 那些菜呢 就可以吸油了 哇 很香的韭菜味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調味了 調味很簡單的 那首先呢 就放蠔油 這個 這個呢 就大概啦 兩茶匙的蠔油 即是四個麵餅來計 即是 跟著然後 兩個茶匙的生抽 跟著然後呢 就老抽 老抽落一茶匙 OK 那如果 因為這個麵 比較淺色呢 可以放多一點點 嗯 嗯 我一加了那些醬料呢 它就 那些味道就出來了 那些炒麵特有的香味 那 即是去到這個時候呢 大家都會看到呢 我那個麵底呢 是沒有黏鍋的 基本上 那就是 那些肉呢 肉絲呢 有少少的黏鍋的 那我攪勻一點點 那我攪勻一點點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差不多啦 然後就放了這個 這個 蔥倒下去 那炒出那個蔥香 就完成了 那不用怕 如果放韭菜的話 不用怕炒不熟 那因為呢 韭菜呢 就有個花名 叫做見火即熟 見火即死 好 那我的鍋小呢 我就攪不起來 那個份量比較大 那 OK了 搞定了 我炒出一個蔥香了 是不是很快啊 聽到呢 你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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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呢 這個其實呢 醬油黃炒麵第一 調味很簡單 第二 大家要記住啊 想那個麵呢 是炒得漂亮 大家看一下我的鍋底啊 好多人呢 炒衰呢 就是因為呢 它煎麵煎得不夠徹底啊 那煎麵煎得夠徹底 這些呢 它始終都會有些 一加了醬油之後 它就有一點點黏鍋底 但是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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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夠大地方的話 就可以做多一個工序 叫做打麵 什麼叫做打麵呢? 打麵就是 你將那些麵 用一張牆桌放開 然後就撩散它 令到它降溫和吸水 就可以令到麵身比較乾 麵身一塊乾的話 基本上我們炒麵的時候 就會炒得更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 就是這個 煎麵 記住 你如果不煎麵 煎過那些麵 你才開始炒 無論你有沒有做足打麵的工序 無論那些麵夠不夠乾身 它都一定不幫不少有貼底的現象 我上一次 做那個 豉油黃炒麵 之所以黏底 做壞了 我就是煎麵的過程 煎得不夠徹底 但是這一次 我煎麵煎得夠徹底了 所以大家看到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乾淨 是不是 除了邊邊 即是有幾條粒 其實都不算 是不是 有幾條粒 基本上就沒有 記住 要煎得夠徹底 好了 我這條片 其實就不單是有一個 豉油黃炒麵 這個做法 大家知道了 豉油黃炒麵 如何炒得好嗎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 開肉絲 切肉絲 還有醃肉絲 可以盡量盡自己的能力 切幼一點 切之前 醃之前 稍為啤啤水 沖走肉絲 還有這樣可以令到 肉絲 軟軟一些 OK 然後我們拌好之後 記住 拌的時候 一定要拌至水與膠溶 起膠 不會有水倒流出來 這樣就為之成功 這一個步驟 就是我強調的 所有的菜牛 你需要拌肉絲 醃肉的 你這部份 是不能節省的 時間 怎樣你都十多分鐘 你都要用的 如果你連這十多分鐘 你都不肯去做的話 那對不起 無論你自己覺得自己多聰明 無論你多渴望有美味 對不起 你炒出來都是一坨東西 不會有好味的 記住 OK 可以嗎 知道了一個巧妙了嗎 還有 還有 炒粉麵 記住不要打過冷河 你一過冷河 它表面就會積水 它吸不下水 你下鍋炒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炒孔底 以及會炒到斷絕和蔥 因為它黏底 一黏 你一扯它 拿筷子也好 拿鉗也好 拿鍋鏟也好 你一扯它 它就會斷的了 炒到最後 尾出來就是斷絕和蔥 大家看看我一直以來這麼多的炒粉麵 我粥粉麵飯已經有七十幾八十樣了 其中有三分二都是炒粉麵來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炒粉 至少賣相不會差 至少不會斷絕和蔥 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過冷河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的 比如說有些外國的食譜 比如說韓國的炒粉絲 它那些是濕濕的 所以有另一種做法 但是如果純粹我們廣東的炒粉麵來講 就是我強調的那樣東西了 記住不要過冷河 OK 行不行 是這麼多了 那就不妨礙大家了 不好意思 鏡頭第一個鏡頭和第二個鏡頭的麵不同了 沒有辦法 天氣熱 我先說一聲對不起 希望大家喜歡 以後又多醬菜了 不是只有豉油黃炒麵的 OK 好了 就這樣了 拜拜